健康一生亲 越看越年轻 拿得起放不下的 除了筷子 还有手机 陷进去了 出不来的 除了被窝 还是手机 可是玩笑归玩笑 机不离手的朋友们 下面几条新闻 宁可不能一笑而过了 湖南长沙35岁的吴女士 前一阵总半夜追剧 又怕打扰家人 经常关灯后熬夜看手机 让本就近视500度的她 出现鼻根酸胀 视力模糊的症状 休息几天也没缓解 一周前她发现自己左眼下方一片昏暗 于是赶紧来到眼科医院就诊 经检查后确诊为急性臂角形轻光炎 需要尽快手术 否则将有失明风险 无独有偶 近日湖北武汉53岁的周女士 起床后右眼突然出了问题 右眼看不清楚 是模糊的 过来两个小时内 它又痒 又干 医生表示 周女士的眼中风 与其每天睡前关灯长时间看手机有关 急性臂角形轻光眼 眼中风 这些五花八门的眼睛 貌似都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凶手 手机 那这个小小的手机难道真是这些眼病的万恶之源吗 让它背锅到底冤不冤呢 咱们从头旅 第一位朋友 熬夜关灯追剧 是不是也说你了 急性的臂角形的轻光眼就产生了 这个是什么病 轻光眼怎么还分这么多种形吗 曲老师 是的 轻光眼它实际上是一种视神经的疾病 是我们眼睛的视神经的一种变性性的一个疾病 它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眼内的压力超过了我们视神经能够承受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范围 进而导致的这个神经的损伤 然后在功能上会引起我们视野的缺失 然后视力的下降等等 到底什么是眼压呢 眼压是我们眼球内容物对眼球壁造成的这个压力 那么又是什么影响这个压力水平的改变呢 我们知道这个眼球里面包括一些晶体 玻璃体 但是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叫防水 除了晶体跟玻璃体之外 它们是相对固体的东西 体积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那么只有防水呢 它是在处在一个流动的状态 不断地产生跟不断地流出 那么这个防水量的多少 最终会导致我们眼压的变化 那么清光眼呢 它确实是按照不同的机制 按不同的方法 有很多的这样的类型来区分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眼睛防角或者下水道的这个宽窄呢 可以分为开角型清光眼和避角型清光眼 那老师您说这个眼里的水 通常是什么东西呢 应该不是说我们平时的那种眼泪吧 我们的眼泪是我们眼球外面 不是眼球里面 是眼球外面内线所产生的这个水 刚才所说的引起眼压变化的叫防水 是在我们眼球里面 然后呢充斥着这个水叫防水 防水是干嘛用的呢 一方面呢能够起到一个趋光兼职的作用 另一方面呢能起到一些营养的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它的量的多少 引起了我们眼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如果把我们眼球内部的这个防水循环 比作一个蓄水池或者一个水龙头的这样的一个排水系统的话 那么我们产生防水的这部分结构叫结状体 就像这个水龙头一样 然后呢充盈着防水的这么结构 就后方跟前方呢就像这个水池子一样 然后我们自己这个防水流出的通道呢 叫前防角 就相当于是我们这水池子排水的那个管道的口 对 然后呢有一个很长的管子 管子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排水通道了 那老师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 青光眼就是这个进水和出水不能达到平衡 所以说这个眼压高了 也就是说这个眼睛里这个防水多了呗 您说的非常有智慧啊 确实是就是决定眼压呢 就是我们这个防水一定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 那么如果比如说产生水多了 然后呢排出的水少了 这样势必就会引起这个眼压的升高 开头我们新闻里面说了啊 关灯看守记得朋友 他得的这个分析人叫急性壁角形青光眼 是不是您就说了吗 防角嘛 那是下水管 那壁角了是不是这个下水管堵了 这个壁角呢指的是下水管的那个口堵塞了 就说我这个水啊 压根就不能进到管道里面 就相当于我们下水到那个活塞 把那个塞子给盖上了 浴缸塞 对就是这样的说得太对了 那开角形青光眼 顾名思义是不是就是进水管 进的水太多了呢 就是无论是开角形青光眼 还是壁角形青光眼 它的主要的问题都出在这个排水管道这部分了 但是您提到说这个进水管道 它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也不是的 那么这个进水管道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像水龙头 就是结状体质 有的时候有一些病变可能会产生的水多了 或者一些病变产生的水少了 那么最终呢也会影响我们整个排水系统内的 这个水的量的多少 进而呢也会影响这个眼压的高地 老师呢我想问一下 在您的临床接诊中 像周女士这种得急性壁角形青光眼的患者多吗 是非常多见的 尤其是在我们亚洲啊 亚洲这个黄种人当中呢 由于我们脸球结构的这个特殊性 那么这个壁角形青光眼的患者呢 确实是很多的 在过去的我们认识当中 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都是壁角形青光眼 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各种各样的因素 比如说近视眼的增多呀等等 发现看青光眼的这个量在逐渐的增多 甚至超过了一半 有网友看到这儿就有点着急了 消失的风筝问 那为啥看手机还能影响到防水和眼压呢 我们长时间看手机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手机时间长了 眼睛会累会疲劳 那么为什么会疲劳呢 因为这个手机啊 我们看手机是离我们这个眼睛是非常近的 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长时间的近距离的工作 那么长时间的近距离的工作就要求 我们眼睛会进行一定的调节 这个调节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的精状体 原来相对来说比较瘦的精状体会变胖 那么它的这个邻居呢 就是我们的防角 就是它的这个下手道的这口 它的变胖就会抵押了我这个防角的入口 那么防角树就变窄了 这是其一 精状体为啥会变胖 精状体是相当于是一个透镜 那么我们为了看近距离的东西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厚度很厚的透镜 然后让它聚焦 那么看远处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透镜相对来说就比较薄 这样呢它的焦点会更长一些 所以长时间看近距离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个精气就是会变胖 变成这种很厚的这样的精体 我们的这个焦点才能到书上 或者说是在手机上才能看得清楚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晚上看手机的时候 虽然自己感觉这个光线很刺激 但实际上这种光线呢 跟我们白天或者是说这种灯光照耀的时候的 这个光线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所以我们的瞳孔是会放大的 我们的瞳孔一旦放大 它的瞳孔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红膜嘛 那它放大了之后 它多余的这些肉就会阻塞 仍然是阻塞在我们防角那儿 都会引起下水到口的狭窄 就是说无论是说精体的肥胖 对 还是我瞳孔的放大 它俩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只向防角变小 太对了 非常正确 然后防角这个时候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防角本身变化了吗 防角的入口变窄了 那么眼压就会高了 水排不出去了 水排不出去了 那么看起来的话 通过曲老师这么介绍 在昏暗的环境下玩手机 这个本身就是对于这个防角那一部分就不友好 然后你在长时间的近距离又不友好 对吧 真的可能会引起轻光眼 这个公司是成立的 是的 不过话说回来 说实话 为什么大家心惊胆战 睡觉之前玩手机 是很多朋友入睡的标准动作 对吧 但是得轻光眼的毕竟是少数吧 对的 您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对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 像不是所有人都得癌症一样 首先它一定是具备这样的素质 那个素质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的瞳孔放大 当我的经体变胖的时候 我这个防角一定能窄到足够窄 让这个水流不出去 那得是什么样的患者 它是足够窄的呢 就是说它具有先天的不足 这个先天的不足 就是说它本身的眼肘可能会窄一点 眼肘会小 它的下水道口原来也刚刚好 仅仅是说能够保证我这水正常出入 如果稍微窄一点点 它就不能出入了 明白 可是说对于一个我房间很大 我下水道口很宽的 那我怎么挤压它 它可能有足够的这样带长的空间 水也可以往外流 因此呢就是说有一些高危的人群 比如像我这样的啊 叫远视眼 眼肘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然后一些老年人 精体比较厚的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这些高危人群 可能如果经过这样长期的 近距离的黑暗下的这样的看守机 就会有可能诱发这种情况眼的发作 网友非凡有个猜测 是不是跟这位朋友 本身就是500度近视有关系啊 不都说近视眼容易眼压高吗 一般绝大多数的近视眼 我们理解的这个近视眼啊 尤其是高度近视眼 它的眼轴是长的 房间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那我们下水道的口呢 也是相对来说更宽阔一些 但是呢 仍然有其中那么20%左右的 近视眼的患者 它前部下水道呢 自己还是狭窄的 就是说无论我其他房间怎么大 我这个房间就是小的 那么这种患者呢 也是容易出现的 再有呢 就是高度近视眼的患者 他如果更多的疲劳啊 他自己代受能力比较差啊 然后长时间的疲劳 我们血共不足啊 这些呢可能会对于 神经的营养啊 产生一些障碍 那么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 神经的损伤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 这些近视眼的患者 还是由于疲劳啊 这个疲劳会造成为一些损伤 嗯 且不论玩手机 能不能引发青光眼 这个长时间的玩手机啊 对眼睛是肯定有一定的损伤的 要适合而止 尤其是切记不要关灯玩手机 嗯 但是你能想象到吗 有人喝水喝多了 还引发了眼部的疾病 湖南长沙的刘女士 听说每天喝八杯水更健康 还能保湿美肤 于是给自己定下了 一天八杯水的小目标 坚持到第三天时 她突然感觉眼睛胀痛 还出现呕吐头晕 就医后被准断为 急性臂角形青光眼 原来刘女士竟然在短时间内 喝了一千毫升的水 再加上她本身就存在 房角比较窄的问题 引起了眼压升高 如果未经及时治疗 可能会在短期内失明 网友小峰说 记得之前听说过 短时间大量喝水 能喝出水中毒 可这位朋友才喝一声水 属实不算多呀 我夏天跑完步 一口气都能喝掉两瓶矿泉水 眼镜也没事啊 那这个人肯定是短时大量喝水 他怎么就能得了 急性臂角形的青光眼 我想很多伙伴可能更想知道这个事 对吧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老师好好帮我们分析一下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不痛吗 实力突然的丧失 救命的90分钟 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的话 我们最严重的光感都没有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 好 今天来到现场 我带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曲博医生 欢迎瞿老师 欢迎瞿老师 大家好 我们再看一下湖南长沙刘女士 她的遭遇 湖南长沙的刘女士听说每天喝八杯水更健康 还能保湿美肤 于是给自己定下了一天八杯水的小目标 坚持到第三天时 她突然感觉眼睛胀痛 还出现呕吐头晕 就医后被准断为急性臂角形青光炎 原来刘女士竟然在短时间内喝了一千毫升的水 再加上她本身就存在房角比较窄的问题 引起了眼压升高 如果未经及时治疗 可能会在短期内失明 有几位网友都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厚德在悟说 刚才老师说了眼睛的防水多了 容易得青光炎 这位朋友短时间内大量喝水 就是让防水的进水变多了吧 网友封信子补充说 新闻里还有个关键词 说它本身防角就窄 也就是说排水管窄了 进多抽少 眼压才高的吧 这个要按不同的这种情况来分别来讨论 那么对于一个有存在这种B小型青光炎 结构钳制的这样的人群来说 它短时期大量的喝水 确实能够诱发急性B小型青光炎的发作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大量我们身体入水了之后 它这个进水管产生的水就会多了 那么这种大量的这个水 我们下水到这个容易 不能够及时把水排出去之后 那么就容易引起眼压顺势的升高 那么激发青光炎这个出现 但是如果这个患者 已经是进行了手术的治疗 或者说其他的干预 已经解除了这种防角狭窄 和关闭的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它是完全可以正常喝水的 而且什么叫大量 这个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我们知道正常人是需要足量的水 一个人一天当中需要至少2000毫升的水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饮水瓶 是250潮升到300毫升是吧 差不多 那么如果我们在五分钟之内 把这一瓶水喝光了 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 但是如果咔牛饮一下倒进去 这个可能就是 说一个 对 这个就是问题了 我觉得正常人喝水 只要不是牛饮 瞬间把这么大量的这个水 或者说这个一瓶水都灌进去 我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一杯一杯干可以 千万不要喧儿 对吧 我理解 别吹瓶 那我注意到刚才新闻里的这位朋友 他除了这个视力模糊 发病的时候 还有点头晕脑胀 那这是眼压高的一种表现吗 是的 当我们急性毕小青光炎发作的时候 它有很多这种典型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头痛 眼痛 眼红 甚至是恶心呕吐 当然了我们视力也会在瞬间下降的 这些都是由于高眼压引起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好 除了刚才说的避免暗示力 就是不关灯 看手机 这个短时间内大量喝水 青光炎的高危人群还应该避开哪些坑呢 非常重要的几点 比如说一定要保持相对的心平气和 就是心态一定要更加平稳 极度的大喜 极度的大悲 或者是暴怒 这些都是诱发青光炎 急性发作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听起来跟血压有关系 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多患者经常问我的 说血压高 我眼压是不是就高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直接相关的 血压高可能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血管会收缩 它会引起我们防水流出 我们这个管子往外流 之后是流到哪里 流到就是这个千条小溪 是会到大海 这个大海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但如果血压高的话 这个想一想 这个血液循环系统 对 它是流出受阻 它会在一定程度上 引起掩压的升高 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 而且也不是这种线性的必然的联系 是 那么为什么说 刚刚想问的是说 为什么精神紧张或者说 大喜大悲情绪的这样高低不起伏 会引起我眼压升高呢 刚才说的就是说 一个是血压高了 引起我们这个防水流出受阻 再有呢 还是更重要的 就是能够引起我们痛苦三大 那么会阻塞在防角 对 挤压 对 原因最终的都会落到 这个防角的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急性病院经管眼 它造成这个视力障碍呢 是由于眼压突然的升高嘛 就是骤然的升高 那么我们在家里 如果没有及时去医院的话 可以先自己进行一下检测 看看是不是由于眼压升高 引起的这个视力下降 怎么凑眼压呢 那检测的方法 我来教给大家 我们可以伸出这个两段食指 我们先通过这食指 感受一下我们眼球的硬度 怎么来感受呢 先看一下 先把这食指放下嘴唇 感受一下这个硬度 是相对来说比较软 软是吧 比较柔软 这是一种感觉 然后呢 再摸摸一下我们鼻尖 这个硬度是不是就提高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试一下这个额头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第三级的这个硬度了 这是很硬了 这三种不同的硬度呢 就代表我们眼球压抑了 三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摸啊 我们摸自己的眼球 这个硬度 如果跟鼻尖的硬度差不多 证明我们的眼球的压力 基本是属于正常状态的 如果这种硬度 接近脑门了 就很硬了 代表眼压一定是高起来了 如果是像嘴唇一样柔软 那是眼压可能是低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进行 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啊 它是成对了嘛 绝大多数情况呢 同一时刻 我们双眼的眼压 是基本不相上下的 那我们可以试试这个 就是突然看不见这个眼睛 试试这个眼球硬度 跟我们对侧能看见那个眼睛 它是不是一样 因为大多数 比较像情况眼 它不会两个眼 同时发作 它虽然这个病 是一种双眼的疾病 可是呢 一般情况下 不会同一时刻 同时发作 开场新闻里的第二个朋友啊 她也是关灯玩手机 她躲过了青光眼 却没能躲过另外一种眼部疾病呢 近日湖北武汉 53岁的周女士 起床后 右眼突然出了问题 右眼看不清楚 是模糊的 过来两个小时 它又痒又干 有一个血管煮菜 是一个动脉的宣伤 通知医生 就是眼中风的 医生表示 周女士的眼中风 与其每天睡前关灯 长时间看手机有关 我们现在进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老师 好好帮我们分析一下 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提醒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公众号 和抖音号 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 好 今天来到现场 和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四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曲博医生 欢迎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大家好 近日湖北武汉 53岁的周女士 起床后右眼突然出了问题 右眼看不清楚 是模糊的 过来两个小时内 它又痒又干 有一根血管主菜 是一个动脉的宣伤 通知一通就是眼中风的 医生表示 周女士的眼中风 与其每天睡前关灯 长时间看手机有关 丸子头问 眼中风跟脑中风 应该差不多吧 就是眼睛里的动脉堵了呗 说得非常正确 那么眼中风就是指的是我们眼的视网膜的动脉出现了阻塞 但如果是大动脉阻塞 那叫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 那他们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我们眼科当中急诊最重的一个 请大家记住的是 如果一旦您突然出现了一只眼睛的完全黑蒙 然后也没有痛不痛 然后视力突然的丧失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用最快的速度到医院去 我们知道心梗一样的道理 救命的90分钟太重要了 眼儿 对对对 如果不能够在有效的短的时间之内得到有效的救治的话 刚才说的这个90分钟 它一定会留下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那么最严重的就会甚至是光感都没有了 我们眼梗也可以说是整个全身血管系统 或者是说脑梗的一个警报器 明白 对 因为它只是说这部分血管是在眼睛上 然后它有着非常敏锐的功能 它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的时候 马上会影响我们的失功能 我们能够发现 但是我们脑子里边有大量的不同的血管 可能某一个血管注射的时候 好像反应不出来 那么大家不是很容易地察觉 所以如果你出现了眼部的这种情况 赶紧再去查一下全身的这些情况 赛翁师马胭脂肺肤 太对了 咱们都知道上了岁数的朋友 这个血管多多少少都有点硬化和斑块 那会不会是这位网友本身 他自己的这个血管就有问题 这个内阴和外阴一起诱发了疾病呢 您说的非常正确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青光眼的患者 不是所有的人 那我们在黑灯下 然后长期工作就会得比较青光眼 那同样得眼梗的人或者脑梗的人 也是有他特殊的人群的 就像您说的 他自己具备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比如说他有长时间的冬孟硬化 比如说有三高 就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然后呢本身血管存在着一定的曲线 那么在特定条件下或者刺激条件下 他就会出现这些血管的经文 或者这些栓子的脱落 然后阻塞到了某一个血管 就会出现了构似 网友刘小炮问 那是不是血管本身没啥问题的年轻人 关灯玩手机就不会眼中疯了 这种几率与之前所说的一些高人群相比 它确实是大大降低了 但是呢不能一概而论 它即使它的血管是健康的 那么在一定情况下 比如长期配案的条件下 然后呢疲劳的情况下 或者是说比如看手机 看到一些刺激性的节目 然后出现高度紧张 那么血管会怎么样 会痙攣 它本身虽然说没有阻塞 但是它可能会出现痙攣 那么一样也会有这种几率的 同样关灯看手机 那个是极性比较性轻光眼 这个眼中疯 它之所以变成极性比较性轻光眼 是因为它具备有 极性比较轻光眼的 这种可能潜在的因素 那么眼中疯也是一样的 那么甚至有很多患者问我 说我两只眼睛 为什么一只眼睛得这个病了 另外一只眼睛也没得这个病 它第一个 它是确实存在这个偶然 几率的这个存在性的 再有一个 你两个眼睛 它结构的这个变化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它对这个刺激的反应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提示各位关注 健康益生青的抖音号和公众号 里边有更多的健康信息 跟各位分享 健康益生青